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 談了好多天美國大選 那麼美國大選在中國國內的反應如何 實際上美國大選全世界關注 在中國那邊也都高度關注 儘管14億中國人沒有選票 被剝奪了選舉的權利 但是他們關心美國大選的熱度絲毫不減 比關心本國政治還要關心 在社會上都知道 我說過 在自由派 民主派 知識分子裡邊 多數都是挺川普 而擔心拜登上任 實際上在中共黨內也是如此 現在傳出的消息是 紅二代的主體都是挺川普 擔心拜登上任 紅二代之所以挺川普 認為 因為川普當政這樣的美國政府才能夠制約習近平 說習近平現在中國那邊是大權獨攬 大權在握 不僅是現在一黨專政 甚至是一人專政 簡直是無法無天 無法制約 但是一個強大的美國政府 一個反共的 抗中的美國政府 卻能夠制約中共 而且能夠制約習近平 這是紅二代因為反對習近平 因為反習 所以支持川普的原因 這跟海外的情況也相應 海外的情況 像海外的華人中的中國人的民運人士 民主派 95%都支持川普的 在普通華人中 可以說60% 70%也都是支持川普的 都希望川普所帶來的全面反擊共產中國的政策 能夠倒逼中國的改革 在中共黨內 體制內的期待就是倒逼不僅經濟改革 而且是政治改革 所以我說過 在美國有兩派 左派 右派 民主黨 共和黨 拜登陣營和川普陣營 在中國也有兩派 那就是反美派和親美派 反美派以習近平 王滬寧 習家軍為代表的極左勢力 親美派實際上就是反習勢力 就從高層的共青團派的主流派 紅二代太子黨的主流派 還有政治老人中的主流派 都是反習勢力 所以這個政治就形成了一個對照 這個對照也可以看出 習近平跟拜登的私人關係也是中國自由派 民主派 紅二代 還有很多人擔心的 因為就在習近平做副主席 拜登做副總統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的交往 建立了相當的關係 當時拜登去中國訪問 作為副主席接班人的習近平幾乎是全程陪同 後來習近平訪問美國作為副主席 拜登作為副總統也幾乎是全程陪同 兩人相處 光是在一起吃飯的時間就超過25小時 還不用說其他的時間 兩人在一起共同觀看籃球 共同吃巧克力 還達到無話不說的程度 建立了相當的私交 以至於有一回習近平就問拜登 這個我跟大家說過 問到為什麼美國的政要 政治家關心中國的人權 拜登居然是這樣回答 意思是叫習近平你不用太操心 不用太管 不要太擔心 因為美國的政治家 政客關心人權是出於選票的考慮 所以如果說不關心中國的人權 不談論中國的人權 恐怕得不到選票 得不到選民的支持 所以他們不得不關心 但是反過來安慰習近平說 沒關係 你意思是你想怎麽做就怎麽做 不要太建議 表面上是一種美國式拉關係的做法 但是他這個理念的穿搭是完全錯誤的 他完全可以正面講解人權 不僅是美國的概念 是普世的價值 中國人都應該享有人權 他應該講既不會得罪習近平 也會把習近平往正道上贏 但他那一番很個人化的說法就等於是在誤導習近平 把習近平往邪路上贏 所以這些都是國內體制內外的自由派所擔心的這些原因 更沒有說後來拜登父子又跟中國建立了很特殊的關係 包括商業的關係 還有政治的關係 以及其中報道出來的這些行賄受惠 甚至是一些色情醜聞 也就是說各界都在議論 當中共 當習近平掌握了拜登父子 拜登家族的這些醜聞 尤其其中的一些圖片或者視頻之後就相當於拉到了拜登的短促或者軟肋 在必要時候拿出來的話 那就似乎能迫使拜登就範 當然我們也不能這麽悲觀 就說在美國是三權分立 有層層的監督機制 如果拜登父子要質疑妄為的話 恐怕也會受到像國會 司法 各方面的監控和限制 稍有不勝 恐怕不僅坐不穩位置 恐怕是要栽倒 而且恐怕一上任就是一個跛腳 況且現在司法訴訟還在進行之中 究竟誰是下一任美國總統 現在還要下結論 還為時過早 說到中共內部的事情 實際上最近所發生的馬雲 就是阿里巴巴以前的董事局主席 後來是螞蟻集團的龍頭馬雲 關於螞蟻集團喪失 又被叫停喪失 這個事情實際上也不簡單 背後也涉及到中共高層的政治 簡單的說 那就是馬雲直接得罪了習近平 馬雲準備了這個麻雞集團 叫麻雞金服 他還有幾個龍頭 準備上市相當長一段時間 說是募集上市的初步啟動之間IPO 募集資金達到345億美元 是史上最大的一個募集 甚至說在全球都達到了第一 創了一個紀錄 原定在11月5日要上市 而在這之前 中共的監管部門已經同意他上市 在香港 上海上市 虛勢待發 但是突然在上市前 馬雲和他其他四名 螞蟻集團的龍頭 被中共的監管部門 四大監管部門去約談 約談之後 螞蟻集團上市也被叫停 就要停了之後 這345億美元的募集資金要一一退款給那些籌資人 所以這個事情要非同尋常 這個事情不僅跟習近平相關 跟王岐山也相關 事情要說到在10月24日舉行了一個所謂上海外灘第二屆金融峰會 基本上是一個視頻會議 在這個會議上發言的 中共最高級別的是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還有一個前重慶市長黃岐帆 他現在還在中國金融領域主持某方面的工作 另外還有馬雲 而馬雲這個身份居然是聯合國數字化工作小組的共同主席 這麼一個身份在那裡發言 馬雲的發言可以說是就觸動了王岐山和黃岐帆 或者說跟他們抬槓了 完全講話相反 以王岐山先講話 講到中國金融的亂象 其中說到幾句話 歪路 起路 邪路 說不能走投機賭博的歪路 不能夠走什麼自我循環金融泡沫的起路 還不能夠走龐氏騙局的邪路 就放了重話 說明中國的金融系統很亂 結果黃岐帆 重慶前市長也講說 現在網貸說是非常的活躍 互聯網貸跟銀行貸款不一樣 說一年就在市場上可以賺幾圈 賺得飛快 就舉例100億美元可以在市場賺幾次 就達到1000億美元 他認為賺的飛快是風險 因此就發出了要強化監管網貸這個事情 實際上馬雲的這個公司 馬蟻金服 馬蟻集團他們就有網貸 他們如果說有100億的話 其中據說45億來自於一些網貸公司 就來自於重慶的兩家網貸公司 所以黃岐帆講網貸 實際上就對馬雲的馬蟻金服 這些表面上的民間金融企業是一個敲打 結果輪到馬雲發言了 馬雲發言是這麽說 他說講監管 不僅有監 而且有管 他說監就是看著你發展 管就是出了風險去管 他說現在我們 還講我們 監的水平不夠 管的水平到很多 然後又說監管不能用就是的方法來監管 就不能用昨天的方式來管未來 說你不能用管火車站的方式去管機場 然後說中國銀行目前還是一個當鋪思想 然後說現在那些監管思想不足以去應付未來30年未來的發展 還說到創新 說創新在先 意思是監管在後 如果說創新沒有風險 那就沒有創新 說是監管要把風險降低到零 那就相當於說更大的風險 就是沒有創新了 然後他又說中國不存在系統性風險 他說因為不存在系統 沒有系統 他就暗示了這個制度有問題 他說全球很多監管部門監管到最後 說自己沒有風險 自己的部門沒有風險 但是整體的經濟 宏觀經濟卻出了風險 馬雲還說 很多時候把風險降到為零 就是最大的風險 他這篇話裡面 因為在我們 因為在全球監管部門其實大有學問 因為在中國黨領導一切的制度下 人們說話都有一套語言話語 他用我們表面上在講他跟政府都是一體的 其實講的是中國政府 講我們監管如何如何 他是怕這個講話者擔心自己被政府當成對立面 或者自己不要成為政府的對立面 敵對勢力 所以用我們把雙方連接起來 不分彼此 然後他說全球監管部門怎樣怎樣 實際上說的是中國監管部門 說是最後自己沒風險 自己的部門沒風險 結果整個經濟出了風險 所以這些都是講話技巧 是中國特色 所謂社會主義的條件下 這些人們 一般的學者 專家 企業家 金融家 這些比較重要的人物 講話的一個技巧 或者說特有的話語體系 動不動就是我們 動不動就是全球監管如何如何 總之 馬雲講了這番話 如果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 一般人的角度來看 這番話講得還很有水平 而且很有高度 可以說是很有道理 講得很有道理 跟王岐山的講法 跟黃岐帆的講法不僅不一樣 而且從道理上 水平上都比王岐山 比黃岐帆要高 但是中國是這麼一個國家 不一定你講話有道理 你的水平高 你就能站出腳 你就能占優勢 因為馬雲要很清楚在中國是一個什麽樣的國家 這個國家究竟是商業黨還是政治黨 是市場黨還是權力黨 是金錢黨還是權力黨 實際上權力大過一切 黨領導一切 黨大過一切 所以不管你在市場上能怎樣的呼風伴雨 怎樣的翻雨伏雨 最後你都是胳膊凝不過大腿 只要黨的監管來了 只要所謂舉國體制 黨領導一切來了 那你一切等於都是一個零 很多的金融家 金融企業家倒了煤 金融大駱一個一個的都不見了 曾經風雲一時 什麽明天系的肖建華 安邦公司的吳小暉 還有上海那邊的金融大王徐翔 還有葉簡明 也是一個信貸和能源公司的 跟拜登家族父子有關係的 這些都不見了 不見了 哪去了 要麽坐大牢了 坐大牢那還算是知道消息 有的根本就生死不明 下落不明 不知去向 所以馬雲講了這番話 被國內就說通了馬蜂蜂 說是硬槓王岐山 反對黃岐帆 其實這是次要的 關鍵的是幕後的事 他得罪了習近平 怎麽得罪習近平 因為實際上在之前他講話的時候 監管部門已經同意他上市 結果他講了這番話之後 就被監管部門去約談了 約談馬雲和其他的幾個人物 叫螞蟻金服 螞蟻集團的四大龍頭 約談完了 馬雲知道情況嚴重了 最後就表態要穩妥創新 擁抱監管 八個字 沒辦法 無奈 低頭 中國網民都細稱 笑稱說 螞蟻金服變成了螞蟻金服 也就是說馬雲已經服氣 在中國這個國家就是這樣 如果你在美國 在其他正常國家 像馬雲這樣的人 你是翻雲覆雨也好 呼哄泛雨也好 你是天高任鳥飛 海闊平雲躍 沒問題 大有你發展的空間 你反對政府 反對領導人 沒問題 就像美國的首富比爾蓋茨 紐約的首富彭博 布隆伯格 都是反川普的 沒問題 你很安全 你想做什麽做什麽 想說什麽說什麽 而且你想怎樣捐款怎樣捐款 但是馬雲不行 馬雲這些人身處一個不正常的國家 這個國家權力就是一切 黨領導一切 所以權力下來了 權力官大一級壓死人 還不要說權力大得壓死人 所以馬雲等人被迫表示福氣 不僅服氣 結果上市也被叫停 就這麽簡單 據後面傳出的新聞是習近平親自叫停 因為不能讓你馬雲一家獨大 以前阿里巴巴很大了 所以中共就通過逼退你董事局主席的方式 促成一個國際民退 把阿里巴巴表面上是民營的 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收歸國有 收歸黨有 現在馬雲集團一下子搞這麽大 說是340億的籌資 上市之後能夠一下股價衝到4000億美元 這麽個大牌 這對習近平當時來說是一個震撼 這個錢 這個資金 這個經濟不掌握在黨手上 不掌握在習近平手上 而掌握在民間人物馬雲身上 雖然說馬雲是個黨員 但中國的一個黨員太多了 多如牛毛 再加上隨便一走能才是一個黨員 一個磚頭隨便一扔都打到一個黨員或者官員 所以就不值不提了 所以馬雲的黨員身份保護不了他 到時他民間企業家的身份帶來了高風險 就是你現在馬雲說的話 有水平怎麽樣 你有水平 有道理 但是反而來 按照中國古話講叫取貨之道 貨從口出 反而給自己帶來貨事 所以習近平就要停了這個 這個時間也跟王岐山相關 因為習近平跟王岐山今年大半年都在搞權力鬥爭 習近平是把王岐山的語意都剪除了 包括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弄下來 然後趨向不明 中央委員還沒有拿掉 還出席了五中全會 然後又把王岐山一師一友的朋友 紅二代太子黨代表性人物 任志強打入大牢 判處重刑18年 最後就在五中全開會前 還把王岐山的大管家 數十年的大管家 副部級人物董宏突然拿下 投入秦城大牢 這對王岐山是一個震撼 這個震撼甚至傳出在五中全會上 習近平和江澤民 江系要聯手來打倒副主席 製造了一個新的林彪事件 當然由於後來高層的各種鬥爭 習勢力和反習勢力的角力 這一幕在五中全會避免了 應該說習近平跟王岐山後來鬥來鬥去 暫時達成和解和緩 和解和緩之後就出現了一個五中全會之後 王岐山本來是國家副主席 只主管外交事務 協助主管外交事務 但是突然又被調去 在金融會議上發話 這本來是他老本行 以前當過副總理 當北京的救火隊長的時候是他老本行 現在突然又在金融領域發言 那發言 王岐山顯然要向習近平表現一把 要緩和雙方的關係 要給習近平一些表現 表示 因此就在金融峰會上放了一些重話 似乎要整頓金融市場的意思 似乎王岐山沒有攤上管大瘟疫 沒有攤上管其他事 現在在金融上要顯一把 這樣一顯 結果受到了馬雲的挑戰 馬雲的硬槓 這下就問題大了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等於說王岐山跟習近平再次的局部的合作 局部的攜手 彌補兩人的裂縫 彌補兩人權力鬥爭 構成了深重的鴻溝 因此馬雲反而就成了犧牲品 所以這個馬雲可以說是得住了王岐山 得住了習近平 如果說被約談 被喪失教廷 那還是個小事 那要是被打入大牢 被極沒家產 全部沒收 身敗名裂 傾家蕩產 到秦城度過餘生 那才叫攤上了大事 這個事情並不是不可能 前面幾個金融大陸我提到的 什麼吳小暉 葉簡明 徐祥 蕭建民 這些抓的抓 關的關 判的判 然後失蹤的失蹤 然後他們的企業也就被收歸國有 收歸黨有 收歸習近平當局所有 所以馬雲走到那一步並不是不可能 馬雲和他這些高管的結局和下場未必就比前面幾位被整治的金融大陸要好 剛才我提到 在上海外灘第二屆金融峰會上 馬雲發言的身份是聯合國所謂數字合作高級別小組的共同主席 他是以這個身份的發言 似乎有聯合國的背書 有聯合國的身份 但是沒用 想一想 前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 他當時是國際刑警組織主席 那多大的位置 同管193個國家的國際刑警組織 他是主席 中共花了很大的錢 大量的人力無力投資才換來的一個位置 結果由於高層的權力鬥爭 習勢力和反習勢力的鬥爭 而孟宏偉加入了反習勢力 成為反習勢力的一員 結果被習近平當局騙回去開會 一開會就被扣押 抓起來 抓起來之後不僅鑼鐺入獄 後來被判處重刑 後來查出的貪腐金額非常少 少了只有1000多萬 簡直是不夠填中共貪官污吏的牙縫 結果判了十幾年重刑 而給國際刑警組織的交代就是任過去一張便條 上面寫著打印說孟宏偉辭去國際刑警組織主席的職務 而且沒有簽名 只是一行字 這就是中共的手法 根本無視國際組織的存在 也無視聯合國的存在 所以馬雲這個職務保護不了他 因為在他的背後沒有聯合國這個靠山 站著他背後的那些黑老大 那些老大哥 就類似於奧爾比下的1984大洋國里的老大哥 黑老大 無所不在 無所不監控 叫支配一切 控制一切 高於一切 那就是中南海 中共當局 舉國體制 把整個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14億人口從頭到腳管起來 管得嚴絲密縫的這麼一個後黑集團 中南海後黑集團 所以馬雲的背後不是聯合國 是這麼一個後黑集團 在他背後 隨時可以張開血噴大口 把它吞沒 這就是中國一個不正常的國家 不問你信不信 只問你服不服 說馬已經服 馬雲已經服 其實被壓服 打服 下服的棋子是馬雲 美國大選如一波蕩漾 儘管媒體宣稱是拜登當選 但是川普陣營還在進行法律訴訟 因此整個大選還沒有定論 這個時候跟大家分享一個段子 這個段子是這麼說的 說有各國的人在一起 鄙視選領導人的效率 美國人說 在我們國家上午投票 晚上就知道誰是總統 中國人聽到很不屑 說傻不傻 我們中國人不用投票 去年就知道誰當主席 北朝鮮的人說 那個算什麼 你們不算什麼 說我們從小時候就知道 今天誰要當委員長 日本人聽到一臉困惑 就說我們成天都在選舉 但是就不知道下任首相是誰 因為日本的首相是走馬燈似的患 一有錯就道歉請辭 而安倍是個例外 已當8年 連選連任 最後他是自己請辭 以健康免應 接下來是俄羅斯人 俄羅斯人說 我們這裡一個人當總統當內老換成當總理 當總理當內老換成當總統 他說你們知道我說的是誰 當然他說的是普京 半獨裁者 接下來一個古巴人一臉的困惑 弱弱的問了一句 說哥們 天啊 領導人還能換啊 結果一個伊拉克人大聲回答他 說能換 當然能換 你要不換 美國人幫你換 這裡指的是2003年小布什攻打伊拉克 申請合作薩達姆 幫助伊拉克人民建立了民主和憲政 在節目結束之前跟大家講一聲 最近有一些暗黑勢力在打壓我的油管頻道 是我的油管頻道最近的節目 要麽是廣告遭到惡殺 或者是沒有廣告出現 所以有一定的困難 希望大家能夠踴躍訂閱我的陳破空會員網站 就是Chenpukungvip.com 那裏有我的暢銷書連載 算是對我的一個贊助 另外如果有贊助和打賞的話 我每天節目的描述欄裏有贊助和打賞的相關信息和連接 感謝大家的支持和力挺 我今天就暫時講到這裏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